一座神秘古墓的意外发现 改写了临下砖雕的历史 也改变了两个普通人的命运 千枣万颗受传承 刀锋流转五千坤 砖雕在民间还是有根的 一方青砖 翘首妙思 方寸之间雕露出半生砖源 砖源即将为您讲述 1980年5月的一片 临下市南龙乡王敏家村的一户人家 为盖先防挖地基石 竟出人意料地挖出了一座古墓 他们立即向乡政府报告了这一发现 那个时候叫人民公社 公社大队数据 跑来给我们公社回报来的 回报说应该突然挖出来就 毛新闻觉得事关重大 立即派公社的武装民兵赶赴现场 把古墓保护起来 然后向临下州国务馆 报告了这一发现 勘察结果令他们震惊 这竟是一座保存完好的 砖雕仿木结构古墓葬 整个墓室全部用砖雕贴器而成 明文显示墓主人是金代河州 禁义校尉王吉 建墓年代为金大定十五年 距今已八百多年 专家们从王吉墓的青砖材料推断 林下砖雕应该起源于秦汉 是当时墓雕记忆的延伸 从技术上来说是 手法也是比较高明看起来的时候 尤其是有些人物 那个人物比例 造型 那人物的整体 学习如神看起来是 像花卉 像牡丹的时候是 确实很形象 那个牡丹的这个职业 整个的花朵 确实开得很漂亮 毛星文亲眼见证了 王吉墓的发掘过程 却未曾料到自己从此与砖雕 结下不解之远 从那以后一有空闲 他都会下意识地走访 林下的大小川道 打问古剑遗存 收藏古砖老瓦 一只给你给你砍 这就是尝尝 这个是尝尝 这是这个 这个是河得花嘛 这个得花嘛 這對手是給他吃薑 嗯 哪個都可以拿 這就是 這才是薑 嗯嘛 薄薩 陕西省的有一個博物館 要出家一萬三千塊錢 當時我就打好了 陕西的博物館出一萬三 我又出一萬三 所以我把這個轉 就這麼臨下 二十多年間不間斷搜尋 毛星文收集的專雕古董編號 已到了一百八十三 其中秦漢至明清的一百四十六件 當代作品三十多件 他希望將來有一天 能辦一個自己的 臨下專雕博物館 作為一項民間藝術 專雕從發端到正式成為 刻在磚上的建築裝飾藝術 至少經歷了數千年的時間 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 從古著到豐富 從粗廣到細膩 雕刻題材從來不受局限 雕刻者可以自由地表現世間萬物 牡丹象徵滿堂富貴 葡萄暗喻多子多福 一簇菊花加上錦雞 叫做錦上添花 爆角文暗喻升官封爵 又暗含辟邪之意 梅蘭竹菊 則比喻主人的品格與風骨 凡此種種 他們或象徵或比喻 或借其諧音寄託寓意 借以表達訴求 寄託祝福 讓泥土燒製的青川 成為中國人慰藉心靈 粉飾門庭 甚至祈禱的一種承載形式 2004年剛剛退休的毛星文 打算翻新自己的老房子 其實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在家裡 裝醫院磚雕 於是他四處踏放磚雕精品 打探磚雕名將 你們在當時參觀余爸爸寺的時刻 余爸爸寺的八卦 八卦上有兩幅磚雕做建 雕海的非常緊密 這麼後來多方打聽 說是南龍的一個家人雕海的 後來以為是姓孫 具體的名字他們不知道 幸運的是毛星文曾經在南龍 當過八年的公社書記 對南龍的村情社情非常熟悉 所以一聽是南龍姓沈的 他就知道該去哪兒找了 他們當時這個 他們村子裡面就是 不知道生殘尾做建雕的 我打問來打問去都不知道 後來恰巧碰到生殘尾的母親 她說你們生殘尾裡面一個 這個雕刻 管雕的一種魚啊 這不是生殘尾的母親說 說我這碗揭替你們 你看嘛就是那不是 整個贏了生殘尾的宅殘尾 整個一看 那單做就是就這個人 踏破鐵鞋 毛星文如願找到了 他理想的工匠 把重修老宅的磚活 全部承包給了沈殘尾 工錢按天計算 工期不設期限 沈殘尾幾個也十分感動 他們課了十幾年 第一次碰上 這麼喜歡磚雕的人 不限工期 只要出彩 這是沈殘尾他們 學會磚雕以來 幹的最舒心的一個工程 幾個人都不約而同的 想著把自己最好的手藝拿出來 一年後 栩栩如生的荷花 牡丹 仙鶴 飛上了毛星文家的門庭 趙碧 他點名選定的磚雕博古架 嵌進了唐屋山牆 痴迷磚雕半輩子的毛星文 感到非常愜意 毛家的磚雕很快地街坊 不少淋漓傳開 慕名前來參觀的人 也落意不絕 無獨有偶 機遇再次眷顧 一位同事告訴毛星文 省上正在評選參加 廣交會的展品 建議他不妨一試 毛星文聽說過 廣交會的門檻很高 於是決定自掏腰包 請原班人馬 將沈殘尾的成名座 專雕博古架重新設計 濃縮製作了一幅全新的展品 懷著忐忑的心情 拉到省城蘭州 結果令人意外 他們帶去了磚雕第一個入選 更令他們意外的是 他們的磚雕 在第一百屆廣交會上 一炮打響 他們都看了一個非常 評價非常好 這個時候對我來說是 巨大的鼓舞 也在說信息若狂 而我真正地提起到 什麼叫信息若狂 那個時候我就產生了一個 這個特色文化 把這個特色產業搞出來 毛星文心想 沈殘尾幾個 都是林霞最好的工匠 房子修完了 讓他們就此散火 實在惋惜 從廣州回來 他立即動員沈殘尾 張全民 趙英才等幾位工匠 建立磚雕工廠 專門從事傳統全手工雕刻 數年間他們的小工廠 迅速成長壯大 產品很快 輻射到西北屋省 來場裡參觀的人 也越來越多 沈殘尾等人的記憶水平 更是漸入夏季 說者無異聽者有心 一句話突然驚醒了夢中人 林下磚雕從古到今 都是用在房屋建築上 沈殘尾從沒動過 讓人把磚雕帶走的念頭 客人的話 無疑是市場需求的一個信號 沒幾天工夫 一件遵循最傳統的工藝 離開建築可以獨立建商 又便於攜帶的磚雕工藝品 在沈殘尾手裡問世了 它可以作為一個擺建 來陳列欣賞 加上專門的包裝 還可以作為匯贈禮品 青磚質地剛柔兼備 比石材易於雕刻 又比木材保存持久 因而磚雕既有木雕的細膩感 又透出石雕的金石趣味 因而廣受藏家和普通百姓的喜歡 沈殘尾的這個小小創新 給林下磚雕打開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2014年夏天 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大展 在北京農業展覽館開展 沈殘尾和張全民 應由來到北京參展 展會上 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絕活 集體亮相 各顯身手 沈殘尾和張全民 不想錯過這麼好的交流機會 耐心介紹林下磚雕的特色 細心聽取意見 已有空閒 兩人輪換觀摩別的展台 互相交流切磋 我們有請第一位嘉賓 為我們開啟首批 中國傳統工藝大師的名單 專雕大師沈殘尾 專雕大師張全民 從廣交會到北京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大展 從上海市博會 到香港飛移博覽會 林下磚雕的品牌 越來越響 沈殘尾的名字 也被更多的人熟悉 2016年3月 她被甘肅省推薦 申報林下磚雕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二十多年間 沈殘尾做過無數的門樓 隱蔽和各種工藝擺建 家座無數也獲獎無數 往往是新作還沒等問世 就被藏家們爭先收購 在同行眼裡 她早已功成名就 憑藉業界翹楚的名聲 可以輕鬆承攬工程 掙大錢 但這一天 人到中年的沈殘尾 給自己出了一個 風險極大的難題 她想在一塊 一隻劍方的青磚上 刻一件全對稱 立體雙面露空透雕牡丹 她明白 這是一場冒險之旅 噴吞磚雕都是在面前 這個是特酒 兩面都有雕 後來法文一起成都 有什麼一樣的 從材質特性講 青磚沒有實材的硬度 也不具備木材的柔韧性 脆且易崩裂的材質特性 使歷代磚雕藝人 都不敢貿然在青磚上 採用露空的雕法 完全對稱的雙面露空透雕 更因難度之高 從未有人觸碰 是行業公認的禁區 沈戰偉卻突發奇想 非要給自己出這道難題 寧可不掙錢 也要做點錢人沒做過的活 鑽雕 鑽雕 以高溫斷燒的泥土胚胎 經過金屬刀鋒成千數萬道精心雕琢 從原料的選曲 到全部工序完成 一幅磚雕作品 要經過至少三十多個環節 連續兩個月廢寢忘食 但此刻 沈戰偉覺察到一個 常人難以發現的瑕疵 幾個沙眼導致了一對花瓣的 正反兩面不對稱 她又一次失敗了 只有瑕疵看出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東西就是包皮肉 在林下人人愛牡丹家家有磚雕 有著八百多年栽培歷史的牡丹 很早就進入林下磚雕藝人的事業 成為他們最常表現的題材 歷代工匠在牡丹雕法上不斷推陳出新 將其推向極致 林下的磚雕工匠 故人人都精於牡丹雕刻 今天沈戰偉的目標是要挑戰自己 連續失敗是對工匠記憶和心理的 極大考驗 他決定去牡丹園裡尋找設計靈感 如何將最常見的題材 雕出與眾不同的心意 是對雕刻者記憶與匠心的雙重檢驗 因而攻克全對稱立體雙面 露空透雕牡丹的難關 對沈戰偉具有特殊的意義 今天沈戰偉要用 從牡丹園臨摩的牡丹圖來做設計底稿 這叫打樣或者畫稿 構思已在腦海中完成 它直接在畫紙上一氣呵成 照往常來講 畫稿工序就算完成 但它今天要挑戰的目標並非常規題材 要實現完全對稱的雙面牡丹 它還需要逆著光線 反踏出一幅鏡像圖案 貼於磚背面 保證磚兩面的牡丹花瓣 能夠沿絲和縫完全對稱 這是前所未有的 將設計好的圖案 描刻在打磨好的青磚上 稱之為鍍稿 這是雕磚工藝的第一個步驟 一個卓越的磚雕工匠 如同武林高手 手中無見而心中有見 平面圖案要變成栩栩如生的立體牡丹 欲燃磚上 除了獨具的匠心和精湛的手藝 還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質 磚雕作品無論大小 都要經過打批、粗雕和粗細 三大步驟十幾道製作程序 由顯到難、由粗到筋 這是臨下磚雕千百年來遵循的工藝流程 平面的牡丹圖案 在一刀刀切、炫、刮、削、刻之下 逐漸顯出生動的立體形態 這是個神奇而充滿期待的過程 這個椰子充滿一些 這製作品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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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戰一個通宵 第二天早上 沈戰美特意請張全民和趙英才 兩位大師和學徒們 一起來交換意見 顯然她對這次實驗充滿期待 將一塊普通的青磚 雕琢成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需要記憶、時間、耐心 甚至一點點運氣 沈戰美決定 把最體現匠心和記憶的出戲 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完成 這是整個雕刻過程中 畫平庸為神奇的關鍵一步 精心雕琢每一個細節 使得最終呈現出的作品 給人以審美上的飛躍 危險也往往在此時出現 一個輕微的顫動 一丁點的過猶不及 都有可能功虧一虧 這一刻她已將結果置之度外 從容地享受雕刻的樂趣 在素面素深的泥土青磚 和美輪美奮的磚雕精品之間 隔著漫長的時間 和難以想像的耐心與毅力 經歷了兩次失敗 和三個多月艱辛熬戰 這一天 沈湛偉的潛心之作 全對稱立體雙面露空 透雕牡丹 終於完美收工 今天在沈湛偉心裡 磚雕已不再是一個飯碗 一個愛好 而是一份責任一項使命 林夏專雕的博物館 今天正式結合 林夏專雕博物館 2015年4月 毛星文拿到 民辦博物館的正式批附 磚雕博物館掛牌成立 作為商餘司掌餘司的林夏人 沈湛偉和毛星文覺得 是磚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其實他們的執著與堅守 也使磚雕得以延續和新生 當然真正的推手 無疑是他們相逢的這個時代